高雄有民眾直擊 在三逢中街雜糧行裡 這隻豬井斑鳩就站在黃豆袋上 公然吃豆 有網友歪樓說這是鳥界buffet嗎 但是呢也有人擔心 斑鳩身上會不會有寄生蟲 會不衛生啊 畫面曝光之後 衛生局展開稽查 而中間理事長也表示 會加強宣導 要大家防止野鳥偷吃豆 雜糧行裡一隻豬井斑鳩 在店裡晃啊晃 不時抬頭往上看 像是在挑選大餐 下一秒果然飛上去 另一隻則張嘴觅食 站在加拿大黃豆袋子上 斑鳩嘴裡叼著黃豆模樣呆萌 日前有民眾在高雄三逢中街 捕捉到這一幕 一旁還有美國花生 澳洲小麥 po往後網友笑說 這裡根本鳥界buffet 但恐怕沒付錢 公然吃霸王餐被直擊 一張照片吸引1.6萬網友按讚 但也有人擔心斑鳩身上 可能會有寄生蟲 不少店家為了防範野鳥偷吃 都會將袋子封膜保護 加強衛生保護 看到我就把牠趕走 我也沒責啊 找到當事店家 就怕半鳩再度突襲 不斷揮舞昌影拍 語氣滿滿無奈 而這條街上也是不少人 過年必來的年廓大街 衛生招質疑 衛生局也展開積查 據瞭解沒有妥當覆蓋食品 限期未改善 最高可儲6萬元以上罰款 班舊吃豆意外在網路上掀起話題 在地店家加強防護 防備偷吃也維護食安觀感 簡旺家網秀城高雄報導